政府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不然反派第一件事做些什么 就立刻跑出来抽水 抹黑无限路歪理咯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一定不能够收货 收货 收货 今次的这个逆权运动 逆权运动 逆权运动 所为何事 我们是因为条例而起 并不会随着撤回条例 而终 喂喂喂 你们洗脑式叫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说来说去都不想end game 究竟拼些什么 还口口声声意识啊 加油啊 612订穿订铁通 你们就说这些 我们看到是和平示威的 绝大部分都是手无寸铁的年轻人 他们反而是有阴谋 有计划 去震压于场的和平运动 死刀 7日暴力冲击立法会 721逃乌国费 803抛国旗落海 831周围扔汽油弹 中火烧到五层楼高 警察被降珠射崩牙 Laser射伤眼 你们有了默契 齐齐堆暴力视而不见 拒绝和暴徒割席 是不是真的默许你的行为先 只是才能无限放大警察使用武力 处理暴力冲击 公平吗 示威者不用暴力 警察又用什么促动 持续三个月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香港临隶乱国际形象受损 谁要负上责任 终于看清楚民主派真是是非不奔 明明暴徒打市民 他们可以赤字不体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由他们来管治香港 什么数据全部都是剩口 同步逃不割正 可耻一票都不投给民主党和泛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